3月13日 两大人棋榜田径女神迎来了精彩对决 全国市内田径大奖赛第三站女子60米兰项目 两大女神吴燕妮和夏思宁再次同场竞技 尽管吴燕妮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一般 但在国内舞台上 她仍然是顶尖的存在 除却强劲的对手林雨薇 吴燕妮在国内无疑是站在巅峰的女人 60米兰个人最佳 是9天前在格拉斯哥创造的8秒12 2023年的60米兰赛季最佳是8秒15 这两项数据都力压夏思宁遥遥领先 不过夏思宁凭借教好的身材和颜值 在互联网上圈粉无数 同样是人气逆天的选手 这次预赛 两人都被分在第三组 正面较量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吴燕妮被安排在第四道 夏思宁是第六道 两人在热身时就引发围观 比赛开始 吴燕妮的起跑反应迅速 用时0.167秒 夏思宁也很不错 用时0.174秒 这两年来 吴燕妮的上肢明显更加壮硕 起跑的爆发力更胜从前 果然 吴燕妮很快抢占优势 随即拉开差距 取得了几个身位的领先 最终 吴燕妮以8秒19的成绩 夺得预赛总榜 而夏思宁以8秒35 获得小组第二 也是总榜第二名 这一结果 基本在情理之中 赛后 吴燕妮笑着说 这场比赛的起跑仍然不是很好 她会继续努力 下午15点10分 两人还将在决赛中进行二番战